大家好 今集講一下 悲天敏人的世紀大悲劇 一會見到這一宗 打鼓嶺 村屋財困情侶燒炭傷亡 喂大哥 好像我這麼窮到富村洞都還沒死 喂 財困多少歲啊 不過近年真的沒什麼事做 或者是市路低迷 很多店舖都收拾了 很多行業都失業的 但是財困自殺這麼嚴重 四十多歲啊 另外一對還要淺水灣夫婦 老婆叫司機扶個兒壯牙末期的老公 上車燒炭自殺 喂大哥 她住哪裡啊 我真的我懂得說都不懂她 住半山地利根德里 我根德元上入都入不了 更何況是中半山這一層的名下 住得那裡 分分鐘一下億億升上落啦 用不需要 雖然我知道病痛是很折磨人 但是是不是應該這樣傷傷上落呢 真是很悲歌啊 對呀 那個男人有癌症而已 那女人為什麼一起死啊 苦命鴛鴦啊 很多人很愛的 不像我這樣想你快點死 然後求保險得到那個保險的金 你都很愛我的 不過你用手掌和拳頭去愛我而已 我知道的 她說打者愛也嘛 那說回這個城中熱話啦 東張西網就經常幫那些弱勢社群發聲啦 那這次這宗就好像有一點幫倒忙啊 那記住啊 東張西網 我覺得這些叫做媒體呢 那其實她是看過 不是對錯人時 她是看過熱度 哇 她這次贏了啦 無論你讚她也好 罵她也好 哇 全城瘋狂地說她已經贏了 東張西網 那這件事啦 給一些沒看東張西網的朋友仔啦 東張西網呢 昨天呢 播出 有個內地人 梁太呢 就2018年嫁了一個香港人 那早年呢 就因爲疫情的關係 分隔二地啦 那就是基本上 他2018年結婚 那2019 是不是2019啊 是的 三年嘛 那2019年就已經是有這個 一個Convict 19啦 那就是其實她是長一點了 很久啊 那去年呢 梁先生就患重病啦 那梁太就以這個單程證 就來香港照顧她 那啦 記住啊 雷女在大陸生活著那種 那因為房署有很多限制 就令到梁太的名字 就一直都加不到 在梁先生的公屋裡 直至到這個梁先生離去了 離開了 都還沒搞完手續 喂 大家如果有親戚朋友仔 申請公屋都知道啦 一會兒又見主任 一會兒又排排排排 喂 反正好像 我認識到那些案子 六十幾歲都還在做事 排不到公屋的 喂 那我帶人在啦 那一間公屋 每個人都想排 每個人都想拿的 喂 不是的 我想住啊 剛剛沒有間半生 不知道什麼地理啦啦啦啦的 簡直啊 最誇張的 諸對有聽過 有些大學畢業生 一出來就立即見政府工最低層的職位 那些二級工人 一級工人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公務員最低級的職位 原來是可以優先突快拿到公屋的 那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轉啦 那我的資訊都是幾年前的啦 那大有人在的 那些大學生就想著 唉那一間公屋就是人生勝利組 拿到了 先跑不路 那再轉一些和它學歷對等 雙等的職業啦 那都可以這樣玩的 你想一下 所以你說一間公屋 對於香港人來講 是多麼遙不可及 或者是多麼搶手 首先呢 很明顯 香港就是一個很畸形的社會啦 令到一些這樣的房屋超級緊絕 就令到那些阿李家啊 什麼什麼 兩個李家啦 一人家又不知道姓什麼那些 就令到他們的子孫真是福有有歸啦 世世代代都這麼有錢啦 那就凌駕了 轉駕了在我們的貧富大眾的身上啦 一人家有劏房 一人家有納米樓 那阿梁先生呢 他就去年10月就發現 腦就有癌症啦 之後就被確認為是腦癌啦 那持雙程症的梁太來到香港呢 一直呢 住在阿梁先生一個人住劏房 基本上阿梁先生在香港就根本是上不了車啦 還有那個經濟的財政都應該不是很富裕啦 那到今年喔 6月他才搬入長沙環村公屋 是因為他有這個病 申請縱援 社工才協助他們申請到這個叫做安安置 那些是體恤安置 根本上他不是住那間屋先啦 首先 體恤安置已經是特快隊的啦 但怎麼說呢 這個梁太 都可以說他不幸運啦 在可以合理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得雙程症 未有資格拿 到他就好了 終於有打情症的時候呢 就說阿梁先生那個精神狀況為有呢 那遲遲都不肯或者拒絕給他加名 那直到今時今日這個結果 才會上到東章一星網給大家見到的 那整個point都是啦 那個先生臨死的時候呢 那個太太就交不了有效申請加名的表格 那片中當然沒有提及這個 太太是不是應該交其他家庭資產申報文件 喂大哥 聽到這些文件我想睡啦 超級繁瑣 那但是如果這個太太是處理好申請事宜呢 應該是講得及的 但是當然啦 給他就是人情 不給他也是道理 那他現在將這件事搬上東章西網 得到一個這麼大的回響 喂 那是不是算是給壓力 轟盛那些人呢 那絕對是啦 不過呢 最後房屋處都好像有回覆到 東章西網都是堅決的 又是等下啦 問題就是 你 首先啦 你剛剛拿到單程證 還有你的小朋友也都不是梁先生的 還有你小朋友一直都在內地居住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資格和條件可以說拿這間公屋 當然啦 以梁太國度來說 當然想拿啦 為他將來申請個小朋友來香港 喂 打下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石啦 是不是呢 你連公屋都沒有 你怎麼敢帶小朋友來拿中援啦 是不是 喂 你瘋了呀 你說我沒有資格 你看看天水圍 元朗屯門那些 過L過呀 都不拿去做事啊 有空打麻將 臭的子女放學 飯都不煮啦 請個工人 大把那些 不懂廣東話那些 住在公屋啦 喂 人家都是正常程序底下 達到他的目的啦 所以香港人是不是這麼討厭 這些混蛋啦 一元都沒有想給過 又沒有想著在香港做事 喂 好話不好聽啊 你申請了 那個女兒下來 地都不認識啦 喂 有幾條香港的地鐵線 她不拿去 她來幹什麼呢 下到來 我很懶肯定啊 你 下到來香港一定會被人歧視啊 你鄉陰未改 是吧 還要是什麼 新移民大陸禮 一定會歧視 現在那些中學生很囂張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啊 我現在走一走一走 那些中小學生很多啊 都是說普通話的 這一歧視絕對沒有我們 因為當年我們那個年代這麼癡熱的 喂 我讀書的時候 經常笑人家說話不正啦 我也是一個仆街來的 所以 嗯 哎 仆街處處有啦 不過終於在我身邊沒見到一個啦 那講一下啦 有很多人就罵他了 唉 真是好心啦 大家都是中國人 是吧 守望相助 其實現在不是不想幫他 而是香港還有很多人比他慘 大家記不記得呢 之前那宗天秤事件 有一個爸爸 他媽媽呀 自己有癌症 他還有幾個年輕人化骨龍 很小的 那那些是不是更加慘呢 喂 大哥 那些是香港人 你不要管他是新移民什麼鬼啦 那些是更慘啦 我覺得 那他這個 女兒又不是那個梁先生的 他住那間公屋 六月 我當你不計 我不計你入醫院的日子 六月到現在 是吧 半年時間 你有多少回憶啊 是啊 還有說真的 你來跟我說你很肚餓 我撕捨一些飯給你 現在我自己沒有飯吃啦 我不知道大家聽開有沒有記得 我曾經在之前某一兩集有講過啦 喂 我認識到一些可能是新移民的人啊 他都跟我跟主導有講過說 都覺得怕被人歧視啊 各樣啊 我都大大聲地跟他說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但是我不是優遠 我要跟你說 我覺得我香港人是絕對沒有任何福利 反而你新移民下來 福利絕對比我多 是啊 比我多啊 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還是區議員那些呢 很多那些機構啊 社企啊 是幫新移民的 喂 我這些這樣的夾心階層 真是你死你戰的 是啊 所以為什麼想多年美國互選特朗普啊 因為特朗普有一個政策 美國人優先 就是說白人優先 說真的 如果你連本地的原居民 你都沒有優先的福利 或者有優先的占格 根本上呢 你都不用說 大家團不團結啊 愛不愛國 根本上現在是國家在蠶食我的福利 是國家在影響著我 作為這裡土生土長的一個人 應有的權利 是 公共房屋福利是政府給我們 也是政府歸國家 但問題就是 現在是不是 真的可以很直接地去 令到我們可以享用到這件事呢 是絕對沒有啦 根本上是欠崩頭 但問題就是欠崩頭不要緊 正是因為我排隊吃飯 我願意站的 總有一天我會站到 等到 但是不要打尖 不要我站著站著的時候 突然之間好像海洋公園 迪士尼那樣 突快通道 但原來她不用付錢就可以 不想排隊進去玩 喂 你的氣都不順啊 這位女士的情況呢 我又真的不是覺得很慘 當然不慘啦 但是她的劇本應該要潤色潤色 沒錯 我這些不夠圓潤 我這些同情心氾濫的人 她都拿不到我的同情 她那些戲就真的差一點 朱斯拉真是很有同情心 剛剛我和朱斯拉走過 我在營面走著 有一個道友中的道友 簡直是彎腰 極骯髒 人家戴鐵口罩之類的 經過路人雙雙迴避的時候 朱斯拉竟然突然扯一扯我 跟我說 啊 她的口罩有沒有換的呢 她需要換的呢 如果跟我說要我會買給她的 我怎麼問她好 但是那些人是兩邊散開 讓她走過 誇張度 朱斯拉竟然想伸出去的援助之手 你看她多熱心 但是我都害怕的 因為之前我試過做一次這些好心 被人罵了 認為我很懷孕 是啊 你冬天的時候 拿衣服給別人嘛 給我露宿者嘛 別人扔給你說不要嘛 等什麼啊 阿輝 別人隨時就說那句還沒說而已 小妹 你後面那棟樓 我的 真的啊 講開又講 我之前做關懷樓的毛家姐 去派物資 有一個女人呢 她是霸了 在說深水埗玉器街 旁邊那裡很大的area 被她們霸了 那個阿婆呢 她有間公屋的 因為她的公屋拿來放垃圾 所以她不回去睡 什麼道理 什麼邏輯啊 很多啊 你不要說公屋 美孚新村之前 東張西網都說過的啦 不過不要說太遠了 你說回你那些什麼 劇本不夠好啊 不夠張力那些之後什麼啊 你終於拉我回來了 那首先呢 這個人呢 他自己說話都不驚大腦了 這個梁太 他竟然呢 對著東張西網的主持 說一句話 那麼辛苦來到香港照顧這個有病的老庚呢 最後我能美麥得某呢 說明 是不是 我是想有這間公屋啦 我是很慘啦 但是呢 我是想呢 我的先生呢 她臨時的生願呢 都是我可以跟她的女兒呢 可以在香港生活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是在香港 其實她潛台詞就說 她在香港生活不了 所以呢 她就要這間公屋 還有 喂 好話不好聽 她現在是有身份證 我真的怎樣都不相信她可以找到公屋 可以的 但是她會不會做洗碗呢 可不可以去做食招依依呢 那些可能她又嫌貴 喂 最快最方便的那個就是 很多很多大陸人為什麼來香港 因為有免費公屋和縱活 喂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 當然啦 喂 我們都沒有啦 我再說一句 如果我在大陸 我是一個大陸人 如果我沒有錢我怎樣 喂 那些什麼社保 如果我都交不起的話 我是睡街 那為什麼你覺得你來到香港 我們要密照顧你呢 是啊 所以我們就變成 我們是最有勞動力 付出到最高的一群香港人 但是我們就得不到我們要的東西 而我們應該有的東西就給了 不要說國內的同胞啦 南亞裔也有很多啦 那些什麼酷刑聲請那些 喂 大佬 哇 真的 你都沒見過 好像豬隊友 之前 早兩年前 打算幫我小朋友 報幼稚園 有些幼稚園去到 嚇死我 整間幼稚園 基本上有八成都是 南亞裔的小朋友 我不是說奇不奇事 但是 真的太多了 那無論如何都好 那這次看看東張西望 發不發揮到這個良太想有的功效 不是啊 但是不是應該回覆了它說 堅決就不給它嗎 欸 出了街之後呢 有很多無形的壓力的嘛 那倒是 但是其實一面左右都是支持火屋處 我覺得不應該給它 不是啊 你知道政府人是怕什麼嗎 無論你是 positive 還是 negative 他們是很怕自己的部門上的新聞啊 那倒是 無謂啊 反正這些都是阿爺的 是不是啊 阿公的 我給你有什麼所謂 但是我不讓你在影響我啊 那一分鐘啊 我想回去寫字樓 駐我頭去吃個早餐 那你又來拍到我 那豈不是啊 這些不會被人發現到的嘛 好啦 今集完啦 拜拜